近日,京东无人机配送常态化运营正式在四川广阿世开启。 这意味着,该区域将全面实现无人机配送服务。 这也是西兰首个无人机配送的常态化运营试点,同时,标志着京东无流配送进入智能时代另一个阶段。 其实,京东在去年就在四川进行无人机配送测试,但当时只是想规模去运营。 如今为了确保春节前西快递及时高效配送,京东正式在该地区开启无人机常态化运营。 此次,京东四川在广安同时开通了广安职业技术学院、协星镇,以及城北江边广场三条无人机飞行路线,以确保能够覆盖整个广安市的物流配送。 京东无人机配送负责人表示,此前配送员从站点到协星镇开车来回将间花费一个小时。 如今,无人机从站点被往协星镇完成配送,只需不到六分钟的时间。 很显然,这效率比人工运输配送高效很多。 据介绍,由于四川地是因素限制,以前一些直线距离很近的地方,但需要花费快递员大半天时间,才能够把货物安全送达。 而有了无人机之后,空间不受限制,更加自由便捷,可以保障配送安全快捷,时间所短,大大提升了用户的购物体验。 目前,京东在该地区主要投入Y3和V3两款主力机型,它们在重在5公斤至30公斤之间,现在主要配送生鲜类、电子类、服装类的产品。 此外,京东方面还配备两位专业的飞服饰进行日常运营,以确保配送安全和提高运输效率。 近两年,国内外电商都有的无人机、智能机器连配送等方面有新尝试。 此前亚马逊就在测试大型的空中物流站,该模式就是利用无人机智能配送运营,目前已经进入规模测试阶段,预计很快也会投入使用。 而国内电商巨头方面,比如京东五流、阿里菜鸟、苏宁等电商企业,以及国内一些卧流企业,也都开始着手布局无人机配送,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样的配送方式,比如智能机器人、无人机等等。 而无人机智能配送,也将成为卧流巨头们下一个主战场。 微信2018数据报告出炉,想知道你是约微信的时间,查询自己的微信年龄,可以到雷科技公众号回复,微信同行,即可获得查询链接。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